张亚中发表败选感言 很遗憾的这一次黄花岗的革命失败了 但是对于未来的成功距离又更近了 就连发表时机也选在朱立伦之后 看起来是有安排过 而张亚中也乐见未来能跟当选人朱立伦见面 但这次能拿到超过6万票 声势依然不可小觑 张亚中说有如此民意基础是因为自己敢说 有一些支持者跟我讲说 张教授你讲的就是我心里想的 还有人告诉我说张老师你想做的就是我想做的 甚至在提到跟对岸签署和平备忘录的重要性 我所说的签署和平备忘录 就是中国国民党在野的时候应该有的作为 等2020年国民党赢得执政以后 我们必须跟北京进行对话 然后来签署和平协议 张亚中一要成为蓝英台面上的政治要角 然而他在党内早就不是首次参选 2020年的国民党总统初选 他就有参加最终落败 去年主席补选则因为资格不服无法参加 后来获得中评委资格得以在今年角逐党魁 甚至还因为爆出不少金句充满话题性 我会向社会募集三亿新台币来成立正义基金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打鬼基金 不仅炮后民进党还左打朱立伦 右批江启臣监督不够力 因此掳获不少深蓝粉丝人心 形成一股张亚中风潮 尤其不少还是军系铁票 如同当年的寒流一样 难道未来的国民党只要有人喊出激情话语 就能得到支持吗 学者也认为深蓝意识不会成为国民党的主流民意 毕竟拿回执政才是当务之急 但张亚中的崛起也让外界看到 蓝营内世代间的路线之争